姆巴亚22 那些漂白皮肤的人的枪势 亲爱的,我两周前结婚了 但上周,就在我婚礼的中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我被毒死了 婚礼结束后,我的健康状况恶化了 我三天都不能说话 我觉得我快死了 毒药已经到达了我的内脏 我感到了莫名其妙的痛苦 这是我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 我原谅那些因为这个见证和健全的教义而密谋消灭我的人 你可能一直在谈论我的死 但在痛苦中,我听到主的声音告诉我 你还有很多时间在你面前,你没有死 主的这些话给了我极大的保证 我不知道我会再次站在这里作证 但是在天堂艺术的那位告诉我 你将继续做见证,你不会死 这次最新的袭击帮助我提高了警惕性 事实上,与我们亲近的人并不总是我们的朋友 主告诉我,如果我向你展示毒害你的人 你就不会相信,因为他是像你一样的牧师 我的兄弟,我祈求主饶恕他们 当他们获得知识时,他们就会改变 我想抓住这个机会,感谢教会出席我的婚礼 然而,我对你世俗的装饰感到不高兴 虽然我很失望,但我无法做出反应 告诉你在婚礼庆典的中间 讲坛是我们宣布天体的事情的地方 接受化妆的教会,如果女性化了脸 就不会看到上帝 我们生活在时间的尽头 因为我们看到预言的实现 我反对的世俗装饰是我婚礼庆典上的一天的顺序 我在婚礼上看到有踩婚面孔的女人 教会,我注意到你头上有假发和假发 我看到你们,这个教会的妇女 带着美容粉和衣服暴露在你们的背上 尽管我见证了无数的地狱之事 很明显,你们这些人还没有为天堂做好准备 你假装去天堂,但你还没有准备好 我的婚礼就像一个让你失去自我的机会 我看着你们每一个人 我对您的出席和服务感到高兴 然而,鉴于我将为你们的灵魂做出解释 我并不高兴 你们这些,难道你们不知道 与世人的友谊就是对上帝的敌意吗? 因此,谁选择成为世界的朋友 谁就把自己变成了上帝的敌人? 雅各书4比4 教会的所有修女都画了脸,假发和假发 当我看着我的妻子时 我看到她也有假发和一张彩绘的脸 我惊呆了 我在心里说 如果小浩现在要炸开我的妻子 你留下来了 即使你点在我的脚上 我会告诉你 我的妻子,男人和女人之间的 爱是陆地的,不是天上的 永恒的宝藏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教会 我告诉上帝 如果我要死在这种毒药身上 让我最后一次警告这些人 我今天想和你们谈谈那些减轻皮肤的人的枪势 圣经在耶利米书2点22分中说 虽然你用肥皂洗净自己 使用大量的洁面粉 但你内疚的污点仍然在我面前 至高无上的主宣告道 在夜里的那一天 主来告诉我 我必须带你再来一次地狱 去看那些晒亮皮肤 破坏表皮的人 你们要告诉我的子民要保持自然 就像他们出生时一样 我的兄弟 如果你天生皮肤有黑 请保持自然 那些天生浅色皮肤的人 必须保持自然 然而 人们想要纠正我的创造 你们必须与我一起踏上这段旅程 事实上 我不想加入主 因为这种超越坟墓的精力队 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这是一个超出人类想象的现实 我参加了许多圣经神学学校 但他们从未向我提及过这些事情 我接受了各种训练 但从未被告知这些事情 我很难接受 这些我在通往地狱的坟墓之外看到的东西 当主把我从家里带走时 眨眼间我们就落入了地狱 我们在一个非常高的山顶上 我看到我们面前有一片巨大的土地 它们是一群被烧焦的皮肤的灵魂 它们闻到了令人厌恶和难以忍受的死亡气味 这些事情很艰难 我看到无数的灵魂在彩踏中试图逃脱 我看到恶魔把他们拉回火火的火焰中 没有出口和逃生的地方 这个地方令人难以忍受 但这个地方有无数 我亲爱的弟兄 这些人在地上看中的皮肤和美貌 在地狱里是悲惨和糟糕的 我看到恶魔追赶他们 把他们带到地狱的地牢 这是灭亡和永恒的诅咒 他们向主哭泣 但对他们来说为时已晚 亲爱的 当我们降落在这个巨大的火层时 我看到了火中的机器 这是我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 这些机器看起来像魔床 我看到桌子和架子上摆放着男人的灵魂 我看到魔鬼在酒吧前 带领一个又一个灵魂在酒吧前进行审判 我看到魔鬼阅读和背诵 对这些灵魂的谴责句子 我的意思是 当人们死去并落入地狱时 那是因为上帝的判决和谴责 魔鬼正在阅读落在这些 未能遵守上帝话语的灵魂身上的句子和审判 这个地方的每一个灵魂都站在魔鬼面前 这些恶魔正在阅读判决和判决 这是良心的审判 灵魂听到了永恒的谴责 当第一个灵魂站在恶魔面前时 他们给他看了四张自己的照片 第一张照片是他的童年 这张照片显示他是深色皮肤 第二张照片显示 这个成年后的男人已经求助于闪电化妆品 变成了浅色皮肤 我看到一个恶魔带着一个装有闪电和化妆品的袋子来了 所有这些产品都在喊正义 恶魔告诉这个人 你通过改变你的皮肤颜色改变了自己 然而 当你的上帝创造万物时 圣经说他看到万物都是好的 但你在你的造物主的创造和工作中带来了纠正 但这个人对这个恶魔回答说 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想变得优雅 魔鬼问他 你是想说你的造物主甚至不能给你你需要的东西吗 你为什么不参加他的会议 以求他给你轻盈的皮肤呢 那人说 我怎么能在那个议会里呢 恶魔说 难道你不知道你不能在地球上做你想做的一切吗 这个恶魔清楚地表明 人们没有意识到 他们不能自由地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我感谢上帝 这个教会里没有人用这些美白乳液改变他的皮肤 多年前 我一直在使用闪电化妆水 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正在做各种乳液和管子的各种组合 我们就像奴隶一样 人们曾经赞美我 但地狱里的这个恶魔说 男人不允许在这片土地上做他们想做的一切 恶魔告诉这个人 人类是依赖性的生物 你的神以一种 你应该依靠他的方式创造了你 然后我看到这个巨大的恶魔像熨斗一样 加热一台在高温下加热的机器 恶魔像我们熨烫衣服一样 熨烫这个人 以去除他的皮肤 然后他给这个人洗了酸 这是如此恐怖和残酷的折磨 多么痛苦啊 这个人像烤架上的鱼一样被烧死 但这不是一条鱼 而是一个人类同胞 一个迷失的灵魂 魔鬼告诉他 我们正在移动你的造物主 给你的表皮 以使你鼻血更白 那人尖叫道 哦 我的上帝 那人大喊 哦 主神 并开始恳求神的怜悯 恶魔问他 你在说哪个神 你在这个地方召唤哪个神 在这片土地上 你是你美丽的崇拜者 你最喜欢的是崇拜你的美丽 这个人恳求主 但为时已晚 他在这个可怕的地方被折磨着 当恶魔给他颇酸时 他尖叫着 他的折磨正在上升 然后我看到一个女人被恶魔割断了喉咙而折磨 主告诉我 他正在服用药丸来减轻他的皮肤 恶魔折磨和抓闹他的乳房 主说 当他活着的时候 他正在涂抹产品来减轻他的乳房 这引起了男人的注意 主向我展示了一个女人 他在一首歌中受到尊敬 歌颂他的美丽 主说 他利用自己的美貌作为收入来源 靠卖淫生活 他和所有班级的人一起出去 结果 他感染了艾滋病毒艾滋病 他用各种肥皂和化妆水来减轻他的皮肤 他向主哭泣 拿着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 当时他正处于美丽的巅峰 他说 可怜我 全世界都向我的美丽致敬 主啊 求迷次给我一个机会回到地球 恢复我的美丽 我永远迷失了 我对主说 人申请化妆水是错误的吗 主说 你不明白这些事 男人可以照顾自己的身体 男人必须清洗和使用化妆水的皮肤 并使用香水 所有这些都没有试图改变他们的自然肤色 确保不要改变你的皮肤 我不反对人们照顾自己 但反对改变自然肤色 只反对色素脱失 女性必须照顾好自己的自然头发 但应避免戴假发 她们不应该使用珠宝或珍珠 因为我反对所有这些 她们可以梳头 但不能放假发 在地狱里 我还看到了一个人的脚 她的脚被机器磨碎了 这是一个女人 她曾经用闪电化妆水来 减轻脚部的皮肤 恶魔告诉她 你注意到你的脚勾引了许多男人吗 她向主呼求拯救 但为时已晚 然后我看到一个戴着睫毛的女人 恶魔在她的两根睫毛上插上了钩子 她们把她拉过来 她们还介绍了 她眼中似乎有刺痛的东西 主说 我使我的受造物美丽 男人必须保留我给她们的东西 男人必须照顾我给她们的东西 她们应该保持我制作她们的方式 不应该寻求她们外表的转变 她们不应该增加我创造的东西 因为我反对这样做 那一刻 我看到一群恶魔互相交谈 说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你知道 人是无知的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 阻止她们了解真相 让我们制定法律 我看到她们写法律 她们的第一条定律说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没什么 我听到一个恶魔说 她们不会看到她们行动的严重性 她们会以为她们的主会容忍她们的行为 圣经在诗篇50-21中说 你做了这些事 我保持沉默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 但现在我斥责你 当着你的面指责你 下一篇 阿斯顿 亚当 姆巴亚23被定罪的教会的一时听 儿子